香港近期出现有活猪感染非洲猪瘟病毒 5月13日至14日两天 香港特区政府食物及卫生局将可能感染病毒的6515头猪全部销毁 5月10日香港上水图访一个猪内脏样本被检验出非洲猪瘟病毒 该病猪是在5月2日由广东省湛江市某猪厂进口 香港食物安全中心正调查病毒源头 香港特区政府食物及卫生局5月12日与猪商达成共识后 暂停上水图房运作 并于5月13日扑杀约2900头猪 其余约3600头猪于5月14日内完成扑杀 记者5月14日在上水图房看到 图房不允许外部人士进入 现场由香港警察派车铸点把守 负责销毁活猪的工作人员戴上口罩 穿上蓝色保护服前往图房内部杀猪 随即诸师被分批放入多辆大卡车中 由司机负责依次运往堆田区销毁 完成后 图房内及道路上将进行全面清洁及消毒 香港特区政府食物级卫生局局长陈兆史 呼吁业界保持冷静 他已经和渔户署 食物环境卫生署和食物安全中心商讨应对工作 销毁活租措施旨在尽快降低 非洲猪瘟病毒传播到图房以外的风险 他表示 非洲猪瘟病毒非常顽强 而且有潜伏期 当局根据国际做法尽快清洗上水图房 不希望猪瘟疫情在香港爆发 变成风土病 他预料5月20月重开图房 让鲜猪肉恢复供应 并表示由于香港另一个图房 全弯图房不受影响正常运作 他相信市场仍会有少量活猪供应 我们亦预计新鲜猪肉供应 在未来一段日子会减少 但由于全弯逃房其实不受影响 以及会如常运作 市场仍然会有少量活猪供应 我要再次重申 非洲猪瘟是不全人 因此亦不会构成食物安全风险 而猪肉是煮熟了之后是可以食用的 我们亦都会加强猪脊的检验的工作 目前香港大部分的菜市场 已经暂无新鲜猪肉供应 就连活牛也应需送至上水图房屠宰 而受牵连 市面几乎没有牛肉供应 肉档大部分人居楼空 也有一两个店铺 仍在营业售卖猪肉和牛肉的违货 香港猪肉行总商会理事长徐伟坚表示 特区政府愿意向猪肉商赔偿约2000万港元 平均每只猪为3000港元 业界预计新鲜猪肉恢复供应时 价格将维持以往水平甚至调低 以增加市民进食猪肉的信心 下期见 大家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